土耳其里拉受到严重冲击 很多人认为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遭遇重创 它有可能就死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很难再爬出来 土经济正在上演的荧幕并非新兴市场的鼓励 南美亚洲的货币都栽过类似的跟头 陆富也是一样 那些国家货币的动爆反映了新兴市场的脆弱 它们的高速发展伴随了一些严重问题的膨胀 外部的风雨一来就剧烈摇晃了 美国总的来说不愿意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太顺利了 它会有意无意对那里危机做一些推国助澜的事情 以此巩固美国的相对优势 对美国的这一角色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保持景气 围绕新兴市场国家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 反映了那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 它们改变命运很可能要付出比顺利时以为的那样多得多的努力 不过发展中国家也不必过度紧张 一两次金融危机改变不了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有更多机会实现经济追赶的大趋势 新兴市场国家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生产力 并且不断扩大本国市场自我消化生产力进步的能力 保持发展中的平衡 只要新兴市场国家有志于全面发展 就没有人能真的剥夺它们的这一权利 把它们变成飞的挺高弹绳子 却钻在发达经济体手里的风筝 国内互联网上近日 有一些人将土耳其的情况与中国类比 或明或暗地利益中国早晚是下一个土耳其 我们相信 当土耳其身陷货币危机时 多数中国人都多了一份警醒 那些维言总经的公好文章出于各种目的 也提令出一份刺激 庞大的舆论场上有这种声音 我们恐怕是要习惯 然而对形式的判断必须客观 不能意识形态优先 一些听上去有点像是就中国经济 按照土耳其版本那样出师的携手 看来兴趣真的是在玩意识形态 因为它们相当于在谈论 美国将是下一个分注五国 为意大利或者西班牙 比实实是求是的指出 中国经济与土耳其经济的差异 远大于二者的相似之处 双方的相似就在于 都是新兴市场的后发国家 都伴随了一些经济火热的表现 但双方经济的重大区别在于 首先二者的经济规模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对中国只是单向突击并且奏效 需要有比较狂图而提到的多的想象力 除此之外 中国经济的实体性是世界经济中最高的之一 而且中国的消费市场扩大的最快 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 一直没有像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多么高 而且近年在不断降低 中国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那些外汇处备是保护中国经济平稳的战略预备队 中国一直对金融开放 持继极加审慎的态度 我们的一些关键资本项目至今没有放开 保持了现阶段必要的防火墙 另外在进行相关分析时 通常还会提到中国政治体制 它具有的独特管控和动员力 隐私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加分因素 永远都保持优化和危机一时 但也不能妄自费薄 笑顾自己 掌握准则当中的微妙区别 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的集体理性和智慧 中国是大国 风险大 地盘也大 把中国崛起的列车开好 需要勇气 自信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承受力 那些承受力有些是我们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有些是需要我们下力气建构的 中国不仅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对外开放看来同样进入了深水区 时间将证明 这一次崛起不是中华民族翘起来的摸高 而是走了一段历史 挖路之后回归本来的艰辛跋涉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